大家好,我是红豆 今天我要刷的这个钢琴凳 是东区二手群里面 一位叫温迪曾的朋友 免费送给我的 这钢琴凳非常非常重 质量很好 应该是手工做的 总是很谢谢它 为我提供了一个素材 然后我先把上面的那个 座椅的部分拆下来 只有四个钉子,很容易 然后这个座椅的部分 我拿那个洗沙发的喷雾 拿去洗,然后放在 阳光下去晒干了 然后现在这是剩下的部分 是这样的 然后我现在拿了一块布 把它整个清洁了一遍 它也差不多就干了 今天我要用到的是 Chalk Paint 它是Vintage Pink 然后我现在把它摇匀 然后我在Metaton买了一把刷子 然后是38毫米的Brizzle 它是一种棕毛的刷子 然后我想买专业的Chalk Paint的刷子 但是辛西兰没有 那种是圆柱形的 然后我之前的一次刷 把我的那个剪指甲的 这个磨指甲的已经用坏了 然后所以我贴了一块 Sending Paper在上面 Sending Paper也是Metaton买的 买的220号的 是可以大概才10张吧 我贴了是其中一张 然后我就开始刷了 然后我没有沾水 就是直接沾油漆刷的 然后有的人可以用那个水洗的方法 就是要需要沾一些水 很快一面就刷完了 非常非常快 然后这可能看不太清楚 它实际上真的是粉色 但是看出来有点发白 但是实际上它是一种复古的粉色 然后这一面也刷完了 还剩下这一面 我后来发现这个买的 贵的这个棕毛刷子 实际上真的没有 我自己的这个普通的丙系刷子好用 我觉得它还是比较好用 我感觉我的钱白滑了 然后我也彻底爬草 不用买专业抄个喷的那个刷子 我估计觉得不好用 这种刷最后一面 然后它这个 也是用我的另外一把丙系的刷子 它本来是画画的 已经被我刷油漆刷的 都有点刺毛了 但是我觉得比那个 我新就是买的那把刷子 好用很多 这次刷的这个颜色比较浅 底色比较深 所以感觉第一层扣子的时候 没有上一次刷手势盒的时候 遮盖性那么强 就很多地方感觉 还是能看到原来的那个木头的颜色 就是上次用的那个颜色 就是可能本身颜色比较深 所以就会盖的比较好一点 然后我待会刷第二遍 试试看吧 这就是一遍coat之后的样子 还有很多能看到木头的痕迹 然后我们就开始准备刷第二遍吧 这是我开始刷第二遍的时候 然后上面的部分 已经刷完第二遍coat 下面的时候我再经常再刷 它下面的这个部分 就能看出来很多木色在露出来 上面就已经好很多了 对比还是挺明显的 就是它基本上需要刷两遍 才能把这个木色遮盖起来 看我的这把刷子已经快报废了 上面的一些毛全部都刺出来了 然后这个就是刷的时候吧 我就感觉它干了一点点之后 会比霉湿的时候显得粉色一点 就刷的过程中就觉得很白 刷了它干一下就变得很多一点粉色 然后这已经干了 就是第二遍已经干了 然后我这回用一个毛巾 就毛巾 然后来上蜡 这次就不用刷克斯了 还是用这瓶 Nutons的液体蜡把它摇一下摇匀 然后就可以开始上了 然后我会拿我那个就是这个打磨一下 就是有的地方 比如说边啊脚啊什么的 把它稍微打磨掉一些 做出一个复古的感觉 就是全部刷完了以后 然后晾干了我把椅子装回去的样子 跟原来本来的样子是两个风格 我自己还是挺喜欢的 希望大家也喜欢这个小视频 下次见吧 Bye